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牛肉批发价 每斤活牛加价约8号 介绍档后都说没有选择 唯有直接转价给消费者 今年年初应该是48元左右 现在去到70元 零售价 批发价呢 批发价 批发价 出了由21元 现在去到30元左右 多数都是转给消费者的 怎么价呢 已经省不了 没得省的 今次金融风行在今年度内第六次调高活牛批发价的价钱 有业界人士预期 未来一价价只会越来越高 相信不少中小企 例如茶餐厅等 亦会相继受影响 好像池云山这家茶餐厅 面对近年各种食材批发价有加无减 经营成本已经增加约六成 东主就担心食材加价持续上升 高通胀维持 经营只会越来越困难 我回想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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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